视频开始之前我想先问大家这样一个问题 你们觉得杨子时尚吗 以及你们觉得杨子的时尚资源虐吗 9月14号杨子的工作室发了一条这样的博文 这一组造型你们觉得如何呢 我网上冲浪的时候呢 就特别爱看网友们对各类事件的蜡评 等我点开这条博文的评论区之后 被杨子的粉丝们给深深的震撼了 他的粉丝们居然联合起来 一起在骂工作室不作为 工作室究竟对杨子做了什么 以至于粉丝们如此愤怒呢 细看之后我发现 原来这条博文里面展示的 是杨子所穿的第一套高定 而这条裙子来自Ronad Vanderkamp 2022年春季高定 看到这里 相信各位小伙伴也都差不多反应过来了 之前在Beyoncé这期视频里面 我就与大家分享过 在挑选明星合作的时候 品牌所看中的三大评判维度 其中明星本人的作品与人气 是最重要的两个参考标准 明星本人的时髦度则排在了最后面 而杨子他是童星 国民度极高 近年他也产出了多部收视率颇高的电视剧 论粉丝年度和人气 他也是稳稳位居国内一线女演员对联 就算他在部分大众的心目中 有时尚绝缘体之称 但是你跟我说他在2023年的9月 才穿上第一套高定 说实话这太离谱了 我不理解 而且他的第一套高定 居然还是2022年春季的 难道以他的咖位 连当季高定都拿不到吗 我们仅仅作为路人可能都要问一句 他的时尚资源何至于虐到这种程度呢 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很显然第一个原因 这同时也是粉丝们集体声讨的重点 即杨子的工作室不作为 而第二个原因 我想是相比当下其他的顶流女明星 杨子本身的时尚可塑性较低 本频道今天就将以杨子为例去潜聊两个时尚行业相关的问题 这一次我们不仅要提出问题 还将尝试着去给出方法论 杨子的时尚资源如何改善 杨子的改造方向到底该怎么走 一个免费的点赞鼓励这时创作者 我们现在进入正题 大家是不是常听到这样的说法 某明星上封面多半是品牌推封 这个常识背后的逻辑是 品牌向时尚杂志采购某个月的封面 确认档期之后品牌提出需求 时尚编辑团队再根据需求制作方案 明星模特人选负责拍摄的装造团队 以及合作的摄影师都有谁 这些都是后面双方需要协商的 比如在过去的时尚杂志经九月大战之中 品牌宝格力就一口气向四本杂志卖了封面 分别是Vogue 巴刹 艾勒 コスモ 但Vogue的人选是超模贺聪 巴刹和コスモ的人选是舒淇 艾勒 则是刘亦菲 这是大家较常看到的品牌与杂志的合作模式 即品牌有广告宣传需求 主动找杂志 向杂志发起合作邀约 但问题在于 杂志每个月的封面都能卖出去吗 以Vogue为例 一个封面项目是动辄七位数起的 几百万是常态 你很难保证每个月的封面都有进注 况且Vogue又不是只卖封面 杂志里面的内页 Vogue的线上新媒体部门 它各大网络平台的每一条博文 都可以是广告位 你不能一直等着品牌来找你 Vogue为了实现更大规模的营收 也是得主动去揽客的 所以就算杂志常常作为乙方存在 但它也是有商务销售部门的 杂志的商务销售 就应该想办法 把纸媒部门和新媒体部门的广告位 尽可能多的卖给更多的品牌方 那这就是大家常常忽视的 另外一种合作模式了 即比方主动寻求出售 在部分情况之下 品牌反而是选择更多的那个 各大杂志若是想拿下某个品牌的 推广全案项目 甚至都得派编辑团队和商务团队 一起去做竞标 哪一本杂志的方案创意更好 曝光量更广 性价比更高 那就投谁 所以厉害的销售是能够靠各种人脉 手段以及谈判能力 为杂志带来更多的金主 愿意投你的品牌多了 那杂志的收入就更加可观 所以很多小伙伴会私信我说 我想去时尚杂志工作 我第一反应就是想问 嗯 你想去做什么岗位呢 要知道杂志的广告商务部门 赚的是比时尚编辑要多得多的 反正我的同事们 我认识的销售 就已经在一线城市买房了 但我们这些同行的编辑嘛 就是连首付都还没凑齐 我详细举这个例子啊 并不是跑题 大家细想一下 洋子和时尚杂志 在某种程度上是类似的 杂志有读者 明星有粉丝 他们本质上都是拥有广大受众 手握流量 可谓甲方提供宣传服务的一方 而且明星工作室里面 同样也是有商务这一职位的 因此 杨子的工作室 不应该被动的坐等品牌方来挑选 一名厉害的商务 就应该拿着杨子这张卡片 去给杨子拉资源 品牌最看重的就是作品和流量嘛 而符合这个诉求的杨子 他的时尚资源券还那么虐 那我只能说工作室着实有点费 这个是蛮值得嘛 截止我拍摄这一期视频的9月下旬 中国时尚行业市场常说的五大女刊 即Vogue 巴沙 艾勒 家人 Cosmo 杨子 一张 Solo 单人封面都没有 我说真的 别太荒谬了 他唯一一次五大正刊 是欢乐送时期的艾勒 春风 杨子的作品厚度和他的热度 随便扔给其他一位女明星 时尚资源都不至于这么累 这么大的一个工作室 真的很需要一个厉害的商务 杨子的装造团队找的是外包嘛 那很多明星都这样啊 问题是 杨子的工作室甚至还不舍得花钱炒个好的审美在线的 这很难评 可能你们团队真的只希望杨子专心拍戏 杨子或许也无意征战时尚圈 如果真是如此 那OK的 当我们频道什么都没说 只是最怕杨子的云淡风轻是装出来的 因为我个人感觉啊 杨子并不像是对时尚好不在意的样子 我甚至觉得他是一直有在默默较劲的 杨子宝宝啊 你听我一句劝 要改善时尚资源 那你就真的别坐着赶等了 赶紧找个厉害的商务来给您接火 你在时尚行业目前所取得的资源 和你的作品厚度和你的人气是不匹配的 另外想改善时尚资源 时尚表现力的提升看来也是迫在眉睫啊 那本频道无意盘点杨子之前的失败的商量造型 下面我们直接看方法论 这是我给抽的改造方向啊 那无法避免就带有我非常个人主观的生命色彩 你要是觉得不妥 你就在弹幕评论区分享你的思路 大家多讨论讨论啊 总没啥坏处 改造的话主要看两大板块 一个是装发 一个是造型 那我们就先说装发 我们来看他的脸部条件啊 他中挺是比较长的 完了之后他的脸是肉嘟嘟的 中挺长 会怎样 来大声告诉我 是的 咸老 但肉嘟嘟的娃娃脸 看起来呢 就是胶原蛋白满满 就会显嫩 显幼太 所以杨子的脸就会给人一种 又老又少女的矛盾感 因此呢 在发型的选择上 杨子的团队已经很聪明的选择了 尽量露出额头啊 就算不全露 也会给他整什么空气刘海 因为这可以有效的协调 他稍长的这个中挺 分担他的视觉重心 让整张脸的比例更协调 但是在发型上 我想给出的建议是 第一 请不要再给杨子安排一些中短发 然后搭配空气刘海 或者说偏分刘海了 可以吗 这会让他看起来很像都市白领 就是干练有余 欣慰不足 第二 各种奇奇怪怪的边发啊 丸子头啊 即马尾啥的 别扎这么多了 因为节感的高马尾 可以尝试 但是少女风筝就算了 毕竟杨子今年已经31岁了 就是你们知道吗 我们时尚行乐队 对元气少女这个时尚形象 是没有太多好感的 我个人讨厌一切装弹的行为 你再给我装 你再给亚 杨子 虽然你的粉丝们 还习惯性的和你宝宝和你小女孩 但我们路人不觉得你真的是宝宝 31岁了 滚了 而且啊 杨子现在对比以前 真的瘦了很多 她的脸部线条更流畅了 顿感就明显减少了 在娃娃脸没有以往那么明显的前提下 再去强调元气少女感反而为何了 那杨子该怎么做呢 她最新拍的杂志大片 大大方方的把长发大波浪散开来 就挺好 她已经到了妩媚之境的年纪了 30岁啊 feel damn good 还轻松少女那一套 工作室别再整了 好吗 说完发型 我们也来说说她的妆容好了 杨子她的面部折叠度是比较低的 因此她一直都不属于骨相美女的范畴 那你对比就会发现 她的美骨相对低频 眼窝是比较浅的 而与她这些特点相反的 就有娱乐圈里面著名的骨相美人 比如说张博之 杨颖 迪丽热巴等等 既然无法做骨相美女 那么杨子的妆容就只能够专注在修饰皮相上 说人话就是 我这边建议杨子不要化浓妆 非骨相美人范畴的女明星是很难驾驭浓妆的 一不小心就会写的妆面特别脏 不幸的话大家可以来看一下两张精修照的对比图啊 我不晓得下我半本会拼哪一个 但我个人的话会觉得右边的这一张更适合她 杨子其实非常适合这种冷淡的白开水妆 重点放大她灵动这个特质 融入一丢丢30岁女性的妩媚 再加一些氛围感爱 就足够摆脱土气了 人们常说 大胆尝试的勇气很可贵 而杨子的团队就很爱让她尝试各种奇怪的东西 但是我想说 有时候懂得深耕自己的优势更为重要 鲜明的时尚形象需要靠一段时间内 元素统一的多个造型来打地基 地基稳固之后 才能在不断的反复与适当的微创新之中 塑造起自身风格 建议杨子就往我前面说的这个路线深耕 另外我也想劝杨子适当放过自己 Ariana Grande她最新的Vogue视频就刚说了 她目前的想法就是说 想停止一切的医美和注射 想看到自己大笑之后 因为生活很快乐 而生出来的眼纹和法令纹 我们是看着杨子长大的 她的法令纹可以说是天生的 但她现在的每一张经修照都毫无例外地把她的脸披成了一个精致的平滑的反光板 每次看到这个照片我内心的想法都是 这还是杨子嘛 就是好精致 但是也好陌生 这是非常网红的审美 很无趣 杨子的演技和作品 其实是足以让她成为一位更有底气 更有松弛感的女明星的 她是大家看着她长大的嘛 她如果向大家展示她脸上成长的痕迹 或许会更符合大众对她的期许 之前我就问过一位同行编辑朋友 问她为什么喜欢汤伟 她就说因为汤伟脸上不加修饰的法令纹很美 好说完妆发和面部 我们先来说说造型 第一 请停止一切奇怪的混蛋 比如说这一套 类似睡衣的凉爽轻盈连衣裙 脚上却踩着一双厚重的雪地靴 真就是让人搞不清楚季节 两件单品之间的量感冲突 让人看着非常难受 完了之后 裙子外面还套了一件 颇有美式长春藤vibe的真挚 颇有雪上的火力 但是脖子这边又系上了一朵 自带浪漫气质 让人看起来更加显年纪 更加淑女的玫瑰 请问这所在 面对这样的搭配 我要是女明星 我一定会耍大牌 反正我是不愿意穿成这样 另外 同样是今年9月的造型 高跟鞋配不对称连衣裙 这里我尚能理解 但是 她黑头发双马尾下面 配一个粉色朋克的调染 是什么意思 我真的没看懂 杨子这到底是要走 优雅女明星路线呢 还是要走 潘尼外都可以少女路线呢 杨子的团队很爱混他 但功力不够 请马上停止 说完别做什么 我们也来说说要做什么 由于太复杂 我就不展开来讲 因为这部分 一句话就能总结 杨子的团队 可以直接抄赵丽颖团队的作业 很多明星都是共享同一个团队的 这不丢人 奢侈品牌之间的创意 总结还互相混来换去呢 是不是这个道理吗 赵丽颖曾经也被大众称为时尚绝缘体 可你看看如今的她 有了作品后多作为底气 以及有过一段婚姻经历 并生育之后 她整个人真的就是气质大变 随着造型的改变 她也完全摆脱了吐气 另外赵丽颖和杨子一样 也都是从来都无法营销身材的 那一类女明星 至少在娱乐圈 这两位女明星的身材 都算不上特别好 那两个人在造型的限制上 是有着一样的痛点的 所以之前同样都是插声 借鉴起来 若要抄赵丽颖团队的作业 只需要注意一个点 那就是注意头肩比 赵丽颖的头真的很小 但杨子的头肩比就稍微虐了些 如果要选类似的礼服款式 杨子团队可能都需要在肩部 或者说手臂那边下功夫 从她过往的红毯造型来看 小伙伴们也是能够看到的 杨子的每一条裙子 的确都有在默默地修饰她的头肩比 暧昧没有错 想要变得更时尚也没有错 一个更加时髦 更加大气的明星形象 的确有利于跳动更大的商业价值 那么以上就是本频道 围绕杨子这个话题 想要与下个伴们分享的资讯与洞察 如果对你有所帮助 请别忘了点赞支持创作者 咱们下期见